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刚刚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在《次针微生物》这份专业刊物里发表了个研究报告 研究结果是,打两针伏必态的人 体内抗体高出打两针科兴的人9倍,9倍 就算打一针伏必态,体内抗体也高过两针科兴 港大流行病及生物统计学教授高本欣表示 打两针科兴,产生的抗体是27 而打两针伏必态,就算经过一个月后 平均体内抗体也达到269,即是科兴的9倍 高本欣说,之前的临床研究 就说,伏必态的有效率是95% 而科兴只是50% 这个研究的结果,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惊讶 它是非常符合很多国家的情况 现在很多国家之前打了科兴的 他们现在都说要打多一针西方的疫苗作为加强针我 今集的重点不是想说科兴有没有效 而是想说,为什么伏必态叫做伏必态呢? 大家不知道,伏必态其实明明是美国辉瑞 和德国Biontech两间公司研发的产品 现在为什么叫做伏必态呢? 中间有什么修持学上的困惑呢? 进入这个正式议题之前 照例希望大家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请订阅旁边的小钟 你按下这个小钟我们有新片 希望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让我们有点资源,继续发展这个YouTube长 好了,言归正传,中国的财新网刚刚报道,大陆已经通过了对福必泰的专家审查,现在就是进行行政审查,在这个行政审查的阶段,预计说8月可以在大陆试用了。 福星医药的CEO吴尔芳就在股东大会上说,目前的沟通是暢顺的,吴尔芳就说,福星已经启动了生产准备工作,一旦获批可以第一时间供应大陆,大家留意一下,这些就是修词学,他说生产准备,你听下去是不是好像他们生产那样,但是他接着就说第一时间供应大陆, 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些疫苗是混过去,生产准备这个字,就会令到你觉得,哎呀,真的好像他们生产那样,这些就是技巧了,这些就是怎么样巧妙地混用修词的方法,他一旦这么说,是不是很多14亿听下去,就好像福必泰是国产研发那样呢? 他接着又说,2021年底就可以实现有10亿剂的疫苗原液在大陆生产,我们查查福必泰的前世今生,原来是这样的,福必泰就是Beyondtech呢? Beyondtech是德国Beyondtech和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研发的,美德各占一半股份,但是美国辉瑞就出了全部的经费,而德国的Beyondtech就等到疫苗上市之后,才分期还款的,结果2020年12月,他们就成功研发出Beyondtech这个疫苗, 而大陆的福星集团在2020年3月就投资了1.35亿美元到Beyondtech这间公司那里,从中就得到大中华区的代理权,其实1.35亿美元就不是很多,大概是11亿港元左右,是11亿港元都不够的,其实不是很多钱的, 还有,有些钱是等到疫苗成功在大陆上市才给的,香港只是搞底裤口罩都用8亿,所以11亿港元真的很少 大家可以看到,福星集团明显比香港777的政府好多好多的 好了,即是福星只不过是大中华区的代理,基本上他们和疫苗的研发是没什么关系的 不过由于他们是大中华的代理,所以大中华区买的Beyondtech就叫做福必泰了 搞下搞下,漸漸就没人留意到这个Beyondtech的疫苗,其实是德国和美国辉瑞合作研发的 这件事的资料是公开的,本来随时可以查到的,很容易查的 但台湾方面,真是被福必泰这三个字玩死,玩到借了 台湾政府一直不想买福必泰,就是怕被人觉得他和大陆买疫苗 但严格来说,台湾就算买福必泰都只不过是经大陆的代理去买德国和美国研发的疫苗 理论上又没什么问题的 反而问题是,福星就拿着这个大中华代理权,就诸多阻拦不卖给台湾的 总之一句说,台湾就一直被简体字,福必泰这三个字玩到妥妥令 好了,最后就要讲一讲疫苗的修持学这件事 现在科兴有多少效用,大家心里有数,有目共睹 很多国家现在打完科兴,要再打其他西方的疫苗 他们的说法是怎样呢?就叫这些打加强针 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之前打的针不是没用 不过现在就加强一点 即是我打个比喻,一间餐厅,你走进去就叫了两味送 但一吃下去,两味都不行,真是不行 那怎样呢?你和老板投诉 但老板是很凶的,但老板凶得来,他也要解决问题 那怎样呢?他想一想,再煮多几味出来都没用 于是他想到一个绝招,就是去叫外卖,去叫户户送送过来 好了,外卖送过来的时候,他就给你一碟东西了 但他就说,他说这个不是补偿 说明,不是补偿来的,老板凶的嘛,胜在 不是补偿,是赠送给你的,是加送给你的 好像对你好好那样 各位,这些就叫修持学了 好了,大陆现在就说,稍后就会帮些国民 打多一针伏必泰作为加强针 大家就很明白这个修持学了 还有,现在这个伏必泰,越来越令大陆的人觉得是国产事 起码中国有份参与研发的嘛 是不是印象很好呢? 总之一句说完,我们没有靠让人疫苗 由头到尾都是自主研发的 你说是不是很正呢? 所以,现在本身就已经是强的了 两针,科兴已经很强了 现在令到你们强中更强,成为宇宙最强 各位,疫苗修持学就是这样的了 大家明白了没有? 来到这里,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让我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持的学问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让我们有些资源继续发展 拜拜!